那么在11号的上午11点 玉璃镇公所在中正堂举办了 玉璃镇0918地震红丹乌损慰问经发放活动 这一次汇集了两个单位 也就是国际从他设31区中华民国总社 以及中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爱心 龚文俊镇长表示 虽然金额不大 不过不无小补 更感谢这两个单位的善心 1月11号上午11点 玉璃镇公所在中正堂举办 玉璃镇0918地震红丹乌损慰注金发放的活动 这一次汇集了两个单位 国际从他31区中华民国总社 中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爱心 龚文俊表示 虽然金额不大 但是不无小补 更感谢这两个单位的善心 那也本来就是说 红丹这个部分从他设的两万块 然后奥运环境的这个 给的这个救助金三千万 那中立的不过一个两千 那我想在这边 他们都非常爱心 那接触过后 就有工作来全钱处理 镇长说自从0918地震过后 各方民间团体都来到玉璃 给予协助跟支援 不管是台积电 慈激基金会 还是公庙团体等等 这次两个单位的精神跟坚持 必定能够使社会的风气 变得更有爱心 更加美好 记者高双双玉政采访报道